近日,英国凯特王妃入院接受手术仪式引发热议 英国王室给出的声明更让民众疑云四起 十分担忧 进行腹部手术后 凯特王妃已经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 据内部消息 她目前恢复得很好 每天都会和三小只打forc time 而查尔斯三世也将在本周入院 接受前列腺矫正手术 除了以上这两位王室核心 约克公爵夫人 丑闻王子安德鲁的前妻 于近日被爆出癌症确诊 可以说英国王室2024年开局及地狱了 面对被自己狠狠唾弃的家庭 哈利王子并非无动于衷 Hello 哈利王子和梅根对查尔斯和凯特王妃致以诚挚慰问 据悉 远在加州的苏塞克斯两口子 于近日对国王和太子妃发去了祝福信息 并对他们的身体状况表达了关切 梅根是否对此上心咱不好说 但之前透露的种种迹象表明 哈利是真的希望能重新回归王室大家庭 一位内部人士表示 哈利开始对之前的行为感到悔意了 这位内部人士告诉 得知凯特入院接受手术 哈利回顾了他与嫂子的决裂 并感到后悔 与此同时 如今的英国王室由于丑闻和健康问题 前所未有的缺乏人手 哈利透露 假若王室需要他 他会毫不犹豫地从加州飞回来 另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虽然苏塞克斯两口子这些年和王室不对付 但在这样的时刻 大家都明白生命很短暂 人就活一次 自然 裂痕不可能一夜之间抹平 这位消息人士表示 但这一系列事件让哈利王子的想法发生了变化 受疾病影响 凯特需要休养至少三个月 威廉 查尔斯和约克公爵夫人近一个月内也大概率不会露面 于是 执行公务的重担就落在安妮长公主 爱丁堡公爵夫人和卡米拉头上了 这三人中 除了爱丁堡公爵夫人还算是和凯特同辈的中青年 安妮长公主和卡米拉都无法过度操劳 王室传记作家Hugo Vickers表示 苏塞克斯要是没有脱离王室 现在就是他们大展拳脚的时候了 不过他也表示 哈利虽然很热衷公益 不过梅根从一开始就不打算为了王室努力工作 所以两人这些年虽然依旧和查尔斯的媒体团队保持沟通 但需要身体力行的是比如参与查尔斯登基 也只有哈利一人前往 而梅根据说也打算在今年全面开拓新资源 为此把母亲多利亚都请来和他们同住 所以就算机会允许 他也大概率不可能再次成为执行公务的王室成员 于是球再度被踢到了哈利跟前 曾几何时 哈利和哥哥威廉还有嫂子凯特 是英国王室新一代门面 三人同框非常和谐 哈利也并不显得多余 在正式订婚之前 凯特主动与威廉身边亲近的人搞好关系 其中自然就包括哈利王子 哈利曾一度表示 凯特就好像他姐姐一样 他很开心大哥娶了这么个嫂子 那段日子 三人常常一起执行公务 现在都还有不少照片挂网上 但是哈利在和梅根脱英之后 却说他一直都觉得自己是电灯泡 不受待见 在备胎中 哈利提到过凯特和梅根的冲突 以及两人如何从和气友好一步步走到了势不两立 不得不说 这其中有两人的性格和立场因素 也有文化因素 比如 哈利回忆起梅根找凯特借唇采这件事 对梅根来说 这在美国闺蜜之间再正常不过 但是凯特明显很不悦 极不情愿地从包里摸出一管快用完的递给梅根 另一件事则是复活结饭局 哈利在自传里回忆称 按照美国的传统 夫妻的座位是安排在一起的 但是凯特和威廉不喜欢这样 所以他们那桌是唯一一桌夫妻没有并排坐的 很显然 哈利在一开始对梅根的美食风格属于全盘接收 而威廉和凯特对于哈利的美国化也很不满意 最终 苏塞克斯出走美国 哈利也正式离开了王室核心圈 来到美国后的哈利 在一开始的确享受了一线明星的待遇 上电视录节目 和流媒体巨头签天价合同 赚钱的喜悦和群众的注目 让他体会到了久违的主角优越感 然而 卖惨赚钱的代价 就是要一次次把家人踩在脚下 也许对于父亲 哥哥和嫂子 哈利能毫无顾忌地爆料 但是对奶奶和爷爷 他还是在心里保留了一丝柔软 所以 在录制网飞记录片时 当梅根调侃起女王的时候 哈利肉眼可见的不愿了 点击查看故事 王室内部人士透露 女王本来就是个很宠爱孙子孙女的人 哈利尤其受喜爱 她的重大人生时刻 女王都没有因为繁忙的公务缺席 和哈利在一起 女王就是宠孙子狂魔 哈利对奶奶的各种玩笑恶作剧 她都能接受 有一次 哈利甚至改了她的办公热线语音信箱 威廉一般会静静地坐下和女王喝茶 哈利就喜欢把塑料苍蝇 放到女王的茶杯里整鼓她 前往事管家Paul Brown说 哈利是唯一可以整鼓女王的人 女王也很喜欢她 这大家都知道 在对待梅根这件事上 女王甚至给出了比凯特更好的待遇 梅根还没过门 就被请去桑林汉姆庄园和王室核心成员过圣诞了 而且在第一次见到梅根的时候 女王就表示 她如果希望继续演绎事业 那完全没问题 王室专家透露 你如果希望继续演绎事业 你就继续 毕竟这是你的事业 女王当时是这样对梅根说的 但是梅根向女王表示 她将全力以赴担起王室职责 为联合王国的未来出力 而女王对她的决心非常满意 当然 后来的故事并没有这么展开 而哈利这边 对女王也是有愧疚之心的 据家人援引知情人士 她在跟着老婆脱婴之后 最担心的就是让奶奶伤心 女王死后 王室班底大改组 公共查尔斯风评也不算好 梅根便自动调整了谈话尺度 去年的女王适时一周年活动 哈利赶回英国参加了纪念仪式 而梅根及其家人则对女王适时一周年 只字未提 还被拍到和包括卡戴山 水果姐等好莱坞一线明星 一起看碧昂斯演唱会的照片 去年几次同框 哈利和梅根都貌合神离 尤其是哈利有几次被拍到心不在焉 去年Doria生日 一行人去看了碧昂斯的演唱会 哈利的不合群写在脸上 两人一起去看NBA球赛 接稳静Kiss Cam给到两人的时候 梅根拒绝了哈利的吻 看起来 当初就算背叛家人也要追随的感情 正在慢慢变质 稍微清醒了一些的哈利 开始怀念在英国当王子的日子了 据说 他正在积极地向曾经的友人寻求意见 希望能与哥哥逐渐修复关系 最近 他更是开始着手考虑回英国买房 好让两个孩子也多少受一点来自英国的熏陶 如今 他的父亲和嫂子都生病了 他和梅根的稿前事业开展的也不算顺利 也许 这会成为哈利回归王室的契机 他和梅根拒绝了下来自英国的契机